感谢观看 叫做先隔离后防晒 防晒先用 然后再用的是隔离 防晒以后 然后再涂抹一层薄薄的隔离 所以说是先涂防晒再涂隔离是吗 是的 没错 佳静你又错了 像我这种又白又粉嫩的肤色 那是合作什么样子 您刚刚标榜你自己的白皙 但实际上我们会觉得 您应该可能更需要的是 把你的皮肤打白 把你的皮肤打白 对杨威玄能够 对对 再白一点的 我们要看泽华大变身 什么感觉 这感觉 现在补一个隔离 我就是镜头前剪掉的那个仔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百变小姐姐》 我是冰瑞 我是泽华 炎炎夏日呢 紫白线照射非常的强 给我们的肌肤呢 可以说是造成了不小的负载 比如说我们看泽华 还没刚刚开始录节目呢 泽华现在这个皮肤啊 我觉得有点暗沉出油 而且有点出斑呢 怎么回事啊你 我这还是化了妆上来 照您这么说 我要是不化妆的话 那起个几个本篇现场啊 太有玩笑了 其实我刚刚说的这些问题啊 都是很多小仙女 在夏天的时候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但是今天大家不要再烦恼了 因为今天呢 我们会教大家用一管小小的隔离 统统解决掉这些烦恼 打造我们的水光亮感机 怎么样是不是特别的期待 超级期待 那还等什么呢 赶紧请出我们的 护肤专家谢波士闪亮登场 隔离用的好 就是你最漂亮的保护设 今天让我来教大家 选择一款适合你自己的隔离霜 好 好